6月29日,腾讯在QQ宠物官方论坛宣布,将正式停任QQ宠物,并对外公布了停任的时间表和用户补偿计划。 虽然我们已经见惯了互联网产品的招生不死,但是QQ宠物的官庭还是引发了互联网入户的一片追思,因为这意味着陪伴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企鹅借记和企鹅MM即将成为回忆。 QQ宠物于2005年6月6日正式上线,在当时互联网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大环境下,背靠着QQ的流量入口,QQ宠物迅速复获了70、80核心。 90后用户,在上线一年之内,QQ宠物同时在线人数迅速突破100万大关,成为当时最大的网络虚拟宠物社区。 而在上线两年后,QQ宠物的用户注册量已经达到了1亿人次,可能对于大部分尾巴而言。 QQ宠物不只是会打断全屏游戏的小恶魔,也不只是要有元宝符为身心的小可爱。 这个从天而降的虚拟体额,已经成为了我们可能回不去的青春的一个主角。 在官方正式宣布江亭运之后,追忆QQ宠物迅速成为热门话题。 不过和大部分互联网产品关停的正常节奏不同的是,大众评论鲜有不认可,不接受式的抗议,反而更像是纯粹的佛系追忆。 小时候QQ宠物养死了,整整哭了一个星期,我小姨把她救活了后来,以至于整个童年,我都以为我小姨会魔法,直到后来才发现不是小姨会魔法。 而是,她充了钱,微薄用户瘦20斤的右将QQ宠物,为什么会被大家怀念? 其实大家怀念的是,QQ宠物所代表的曾经,为什么陪伴了整代人的QQ会最终走向终点,因为曾经已经不在。 不过,虽然QQ宠物即将死去,她所代表的养成玩法的游戏,却并不乏拥顿,作为国内互联网一级的腾讯,放弃了QQ宠物。 而另一集阿里却在拥抱养成类游戏《蚂蚁森林》,蚂蚁庄园支付宝支付宝平台中最先集成的养成游戏是《蚂蚁森林》。 2016年8月支付宝推出了《蚂蚁森林》,支付宝用户可以通过支付宝线上线下付款,骑行共享单车,生活缴费等方式获取能量。 能量可以用以培育树苗,当虚拟树苗生长到一定的程度,支付宝将在指定的地区以支付宝用户的名义指数,用户则将获得虚张形式的虚拟奖励。 截至到2017年8月底,蚂蚁森林的用户已经超过2.3亿人。 支付宝以用户的名义在内蒙古、阿拉萨等地种植极为户数目超1025万株。 蚂蚁森林在支付宝用户中的影响力可见一般,在蚂蚁森林获得成功之后,支付宝于2017年8月上下了另一款同性质的养成类游戏蚂蚁庄园和蚂蚁森林类似。 蚂蚁庄园同样是鼓励用户在各种不同场景使用支付宝支付,并奖励用户饲料养育拟虚拟宠物小鸡。 小鸡生蛋之后支付宝将以用户的名义捐助工艺项目,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淘宝。 在旅行青蛙接近生命周期末期的时候,阿里从日本开发商Hitpoint手中拿到了这款曾经火边朋友圈的养成类游戏的国内代理权,并于5月初开始内测。 目前,国内版的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已经正式上线,和原版相比,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暂时并没有推出独立APP,反倒是率先以内建游戏的形式提成到手机淘宝APP中。 在游戏元素本地化的基础上,阿里在旅行青蛙中国之旅中,还加入了诸多淘宝联众玩法,比如极其名信片兑换淘宝勋章、淘宝购物、获取虚拟货币三叶草,甚至之前还有传言称蛙儿子带回的名信片稀有度,也会和用户使用淘宝的频次。 相关联淘宝官方已辟谣,对于阿里而言,虽然拿下旅行青蛙国内版权,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相关IP商业开发,包括在阿里预约售卖旅行青蛙正版商品,与中国邮政合作推出实体名信片,但是有支付宝的成功先例,将挖儿子嵌入到淘宝这一新玩法,阿里可谓是驾轻就熟,淘宝官方解释称,之所以将中国版旅行青蛙, 直接集成到淘宝形态,是因为看中其生活方式类型的游戏定位和淘宝自身定位相结合。 官方解释如此,我们分析数据还可以发现,旅行青蛙的玩家类型和淘宝的用户类型几乎重叠,根据20、17年阿里的财报披露,淘宝移动端用户中,女性占比为73%,30岁以下用户占比超过50%, 而根据一关千番发布的用户数据,在最为火爆的2018年第一季度,旅行青蛙的女性用户占比超过70%,30岁以下用户的占比超过60%, 而在另一篇报告中,列宝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,旅行青蛙的活跃用户中,有46%位淘宝活跃用户,除了游戏定位和用户群与平台的契合度,淘宝乃至巴尼全面拥抱养成类游戏。 其中不可顾示的原因是,养成类游戏行使轻用户使用品次重,先生适合用以增强用户粘性,尤其以支付宝和淘宝这类,足以容纳小游戏的大体量平台为甚。 一,游戏轻度。 玩法简单作为轻度玩法类型游戏,养成类游戏玩法非常简单, 类似旅行青蛙这类简单的养成游戏甚至不需要成长出现,养成类游戏玩法简单也就意味着难度极低,适合各类型用户快速上手游戏轻度。 用户,尤其是女性用户,排斥感低系统简单,容易继承到平台型APP中从某种程度来说,支付宝和淘宝更适合这类养成游戏,而不是微信小游戏。 二,游戏内容可塑性强扬成类游戏玩法,简单同时也意味着,平台APP可以随意根据自身定位对游戏进行相关性的构造,能够轻易实现玩法植入,比如蚂蚁森林和蚂蚁庄园,其成长主线完全渗入移动。 支付场景 游戏用户在相关的支付场景时,很容易进入支付宝设定的圈套中,为了收集能量和饲料,而排除支付宝之外的支付方式。 支付宝用蚂蚁森林和蚂蚁庄园将我深深套牢,另一个用户怎么为了种树和养鸡放弃其他支付方式? 计备,即使是非自然的大IP代理游戏旅行青蛙,淘宝同样很巧妙地在游戏中加入了与淘宝购物相关的奖励体系。 三,打开瓶刺高养成类游戏,虽然玩法轻重,但是打开瓶刺一点都不低,养成类玩法本身具备非常强的情感元素,需要玩家高瓶刺地打开游戏进行互动。 而诸如支付宝和淘宝这类平台型APP赋予蚂蚁森林蚂蚁庄园和旅行青蛙更强的社交属性之后,这类游戏的用户打开次数只会更高。 淘宝虽然在向内容化转变,但是用户打开淘宝APP的目的性依然很强,而在嵌入旅行青蛙中国之旅之后,用户会有针对性购物之外的。 另外一个,打开淘宝客户端的理由,能够直接提升单日人均使用次数时长以及用户年度,间接也提高了淘宝产出内容的曝光几率和成交率。 这就是为什么支付宝如此热衷开发养成类游戏旅行青蛙,明明可以推出独立APP,却优先陷入淘宝客户端的原因。 所以,QQ宠物虽然将死,但养成类游戏依然又属于自己的春仙。